大家好,我是大胖兔,我刚从超市回来了一趟 今天整理一下我厕所的下面这个柜子 我是超级省钱人,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囤货 因为你知道在英国有时候它打折 有的时候打的半折,有的时候打三分之一的折 所以当它打半折,很好折的时候,你就开始囤货 可以打开柜子了,太乱了啊 我个人感觉这样的话呢,能省不少钱 而且我觉得这些洗手液啊,这些东西都不会过气 所以一囤呢,就囤一年的 我总觉得半折嘛,总比三分之一是好多了 超级省钱方法,我可以看一下,给大家看 你像这个洗手液吧,它有不同口味的 这个就是口香糖味的,但是比较好闻 这个我没用过,我昨天上超市之后发现 有这么一个新牌子,叫Vanella 没用过,再尝尝,再次试试 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个我用过 这个比较的,比较的香甜 和这个来颜色一样,就是口味都比较好的 然后呢,看看这个,这个我买的时候也在打折 这个呢,就是有一个特别清香的味道 像栗子似的,这个就是个栗子 可是呢,它比较的清香 这是做,就是泡澡用的 其实我很少泡澡,但也得准备着 那万一哪一天想泡澡呢 这个东西呢,就是写领口啊,绣口啊 有的时候有写剂的时候呢 你先用它,它就是块肥皂似的 你就放到洗衣机之前呢 先给它这样,把领口绣口洗洗 其实我比较懒,我是很少用 但是呢,你如果想用的话呢 我感觉这个也是值得推荐的一个东西 这盖子怎么盖的 这盖子是怎么盖的,OK 这个东西呢,就是五个小包 就是能让你白色的东西呢 你放到洗衣粉里一块 让它更加白一些 就是也是除这个污渍呀 除什么东西的 在哪个超市都有卖的 我用过几次,还行吧 没感觉出来特别白其实 然后把这个放一放 我这卫生纸是待会给大家 给大卷,便宜嘛 它上面,你像英国买东西 超市都写出来一卷 一刻是多少钱 你比较一下 给大家说的这个洗面奶 也挺好用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洗面奶 它不打折的时候是四磅多 四五,四磅五呀什么 我买的时候才两磅 这不才说嘛 其实我不需要 但就是因为它特别 嗯,它打折我就买了 这个牌子呢,就是打开以后呢 喝个泡沫似的 它就是对于像我这种油性的皮肤呢 会特别的好一些 嗯,你看Oil Control 它就控油啊 然后感觉不敏 任何皮肤 我的皮肤一般是比较敏感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比较好用 囤着嘛 没事不是囤货人嘛 囤货超级省钱人就是这样 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好用的 这个呢,就是它稍微有个磨砂的这种感觉 我这个是在Superdrug买的 超市有卖的 但是超市没有这个口味的 这个口味就是叫什么 橘子味的 这个橘子味的我特别 细细的磨砂 但是呢,你不要用有的牌子的磨砂特别的重 就给你把那皮都磨掉了 这个呢,给我感觉这个牌子 这个State Eves 它是比较 比较 Gentle的一个磨皮 然后这个是绿茶味的 我还没用过 也是这样囤着 它一打折我就给它囤货 后面这个呢,我现在不大用 头发上不大喷这些什么定型屋呀 这个其实有点浪费钱了 买了以后呢,我又不用 放着两瓶囤的 最好用的就是它 你看海菲丝吧 有好几种 但是这种薄荷味 它上面你看着 不要买二合一 也不要买戴conditioner 你就买这个mensel 这个是最好用的 这上面画这个薄荷叶子 这个是我的制胜法宝 我最喜欢用这个了 我是在哪买的很便宜 反正一般它要打折的话 不打折是四磅 我打折是三磅 超市有时候打折十 十磅前买三个 我一般就买三个 买上它放着存着 再下一个是我最好用的 给大家着重推荐的是这个 我为了省空间嘛 我就把它尼维亚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搓脸油特别好用 有一次我上埃及 回来之后脱皮了 用了尼维亚的 我就上那个大型超市的 那个prescription那个counter 它就给我推荐了尼维亚的这个 卢慧这一款的 再一个就是那个 Johnson Baby的也比较好 我现在还没 它是哪 我这种人 超级省钱人 哪个打折我买哪个 这个呢 是我最喜欢的 它也是打半折的时候 我买着就是这样 给它放着 团在这儿 男性朋友呢 这个尼维亚的呢 这个也比较好用 你看也就是敏感皮肤用的 也是它打一打半折 那我就买上好几个 给它囤在那儿 后面这个 可能看 你看后面这个 我买了这是多少个 我都没数 也是打半折 我给大家拿 你看看 这个也叫 Balidas 这个呢就是 沐浴液 整天用的 冲枣用的沐浴液 我买了这么一大溜 也是因为它 打折呀 我一年都不用买了 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会坏 我就囤在那儿 放在那儿 你看一年 我都不需要买吧 我觉得就做到省钱 上面那个牙膏 上面那个 Oral B 那个是个牙膏 牙膏 我得把它用完了以后 再换我那个 我那个Dentist 那个Hygienist 给我推荐的那一款 但是我感觉 Oral B呢 也是特别好用 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 对不起 我说错了 这个 这个不是我的牙膏 我不喜欢用这个牙膏 这个叫 3D美白 我不需要我的牙很白 我需要它健康就好了 它也不是很黄 这个我真是不太喜欢 Oral B这个牌子是挺好的 但是这个牙膏 我真是不大喜欢 再下一个呢 是我的这个 肥皂 我洗手呢 我尽管有洗手液 我一先用这个肥皂 跟大家说的 肥皂的话 就买这一款 因为这款是杀菌 而且是Original 你不要买那些 加了什么草莓啊 加了什么 这个杀毒是最好的 它就比 虽然比较小 我感觉几年前的 这个Dentist 比它大一些 现在这个变小了 你 我一回到家 马上洗手就用它 那个刚才我给大家看的 就是这些洗手液呢 它就给我感觉洗了以后吧 滑得冲好多遍 反正我两个都用 我最喜欢用的 70%是用这个肥皂 然后30%就是用这个 就是这个洗手液 再就是呢 来到我这个厨子底下吧 这些袋子呢 我就把它放在这 以后用的时候抽一个用 因为它都是shopping的时候 给大家着重说的 就是在英国 你如果打折的时候呢 买这个 这个是最好用的 卫生纸给我感觉 就是这个上面 带着这个狗 它也是family pack 当时我买的时候 正好打折 结果昨天一去呢 它这个24卷的又打折了 但是给我感觉 这个紫色的这个卫生纸呢 它比这个 这是最原始的 这个orange呢 它比较的好用 我喜欢这个orange呢 所以我说 它最后变了这些 就是弄的这些 这些夹了这些 好几层的 我感觉这个太厚了 但是因为它打折 所以吧 我 所以我也买了 如果要是我 其实当它打折的时候 你看应该多买这个吧 我买上一年的量 就不需要再买了 当时没多买 所以就只能买那个了 你看就说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